玉山下雪了 玉山今天降下今年第一场雪 积雪大约是两公分 而这也是近十年来 玉山最早报到的初雪 那么有端山课凌晨准备攻顶 但是天气状况实在不好 临时劝退了 那么今天下半天水气减弱 如果还想要看到下雪的话 可能得要碰碰运气 严谦一片白茫茫 玉山气象战被白雪覆盖 今年的初雪来得特别早 前年玉山初雪在1月 去年则是12月21号 今年整整提前了一个多月 有登山客原本凌晨准备出发攻顶 被临时拦下 我们下一次再来 我们看周围军雨 对 要 海云山庄外 步道湿滑又下雨 加上能见度低 一团12人通通折返 华南云雨区 东夷影响湿湿冷冷 周日起将回暖 但预计下周四 还有一波冷空气报道 目前下一波的预测来看的话 目前看起来 跟这一波相比 是比较弱一点点 我们预设在低温上来讲的话 各地的低温 大致上是落在18到20度左右 摄半天湿冷 但下半天水气减少 中部以北3500公尺以上高山 像是玉山 雪山 要等降雪 可能得碰碰运气 至于太平山8度低温 水气足但气温不给力 要等下雪机会不大 至于在云林 有传统羊肉面线一大早就有 民众上门 感觉气温都下降了 才会想到吃羊肉 要暖和一点 这样子 羊肉面线热汤 暖呼呼喝一口暖暖味 稳补暖身 天冷吃 正是时候 记者中部综合报道 花大前点豪华的鱼寿司 吃到的却是餐杂鱼皮的碎肉组合 有民众到新竹的知名寿司店 点餐时点了一盘120块钱的鱼寿司 结果送来的餐点 跟照片上的图片差很大 不仅没有新鲜色泽的鱼肉 而且鱼肉中还夹杂的鱼皮 让他好生气 师傅拿着专业刀具 横切新鲜鱼 最后再切成丁状 摆在米饭和海苔上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有民众到新竹知名寿司店用餐 看见广告牌 120元的鱼寿司山 可口又澎湃 上头还有鱼卵点缀 没想到送来的却令他傻眼 民众拍下照片 鱼卵吃完后 底下原本应该是满满鲜红色鱼 却变成稀少的鱼肉 甚至还掺杂鱼皮 民众颇望表示 看到下面的肉差点吐出来 直呼与菜单图片上差很多 当下我也没有想要讲什么 我想说好 那我就能把我能吃的 尽量我就挑我敢吃的 因为那真的有点可怕 因为非常 那底下是还满多鱼皮 跟白色的鱼肉 事后民众向店家反映 店员当下立即道歉 并表示要重新做一份 但是遭到民众拒绝 最后只好选择退款 记者综合报道 又出现打错针的事件了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报 北市某诊所在昨天11月12号 原定要帮23个人接种AZ疫苗第二剂 但是他们却误接种成莫德纳疫苗了 那么原来是诊所的人员取出疫苗时候 没有落实正确的SOP 没有仔细的核对 因此误拿到了莫德纳疫苗 导致当天23个人打错针 而这间诊所呢 直到看诊结束之后 才发现 然后呢 才去通报了卫生局 好另外 持续来关心的是北韩的消息 WHO的秘书长唐德赛 举行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COVAX平台已经协助分配 5亿剂的疫苗给144的国家 但是有两个国家没有疫苗 哪两个国家 北韩还有非洲的厄力垂亚 好他们呢 还没有替民众来施打疫苗 北韩呢 甚至拒绝接受分配的疫苗 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We have shown that COVAX works If it has the vaccines COVAX has now shipped almost 500 million vaccines to 14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ll countries have started vaccinating except two Eritrea and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好谭德赛强调COVAX平台呢 曾经分配199万剂的AZ疫苗 以及297万剂的科兴疫苗 要给北韩 但是平壤政府都宣称 他们境内是零确诊 因此拒收了 那么北韩官媒也曾经在报道中指出 疫苗并非抗疫的万灵丹 凸显出金正恩政府不信任疫苗的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